抗美元潮题材再次点燃春节大荧幕 新年第一天张艺谋带着女儿张默共同指导的影片狙击手上映 狙击手虽然预售和排片量不佳 但上映后却收获了一支好评 昨天晚上看了真心不错 战争画面及人物心理刻画细腻真实 带入性强 演员们除了张艺其他都不认识 但都奉献了最好的演技 向先烈们致敬 就是感觉影院排片较少 战争场面虽说不大 但不影响具体人物的优秀表现 舞班这些狙击手们各有各的特点 各有各的作用 几度类目 为战争的残酷 为战事的坚毅 更为今天的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张艺谋电影确实不错 看名字就知道是描写具体的人 而不是宏达的战争场面 拍细节一节省成本 二可以更好的刻画人物讲故事 局部不是整体 但优秀的局部可以代表整体 可以说张艺谋的电影越来越好了 狙击手才是功力的展现 他在不断学习和琢磨 用一种执着 用心和真诚的态度 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 能够一直扣人心弦 张力十足 又动人心扉 表演深情又不煽情 节奏把握很好 表现出导演 对影片高超的处理和驾驭能力 确实有点国际大片的感觉了